基础生物上 1-3 细胞的生理 这是1-3观念澄清的解说 第一题 水分子穿过细胞膜 会由高张容易移动至低张容易 称为渗透作用 第一题 这个是错的 水分的渗透是指 水分由低张容易移动至高张容易 所谓的低张容易 是指低渗透压容易 或者是低浓度的容易 而高张容易 则是指高渗透压容易 或者是高浓度的容易 所以 如果浓度越低 则渗透压也跟着越低 因此 水分子的移动方向 是由低浓度的部分 移动到高浓度的部分 而水分子在渗透的过程 它不消耗能量 同时 从实验中发现 水分子在通过细胞膜的时候 只有少数以简单扩散的方式通过细胞膜 而大部分则是透过水通道蛋白通过细胞膜 所以水分子通过细胞膜的方式 主要有透过蛋白质 因此 水分子的渗透 也是属于促进性扩散 这些是有关于渗透作用的特性 第二题 当植物细胞吸水以后 细胞内的渗透压会升高 第二题 这个是错的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细胞 细胞里面是高浓度 细胞外面是低浓度 所谓高浓度是指高渗透压 低浓度则是低渗透压 水分的运送方向 是从低浓度移送到高浓度 也就是由低渗透压移动到高渗透压 当水分进入到细胞以后 植物细胞吸水 这时候细胞里面的水分多了 物质的浓度降低了 这时候渗透压也跟着降低了 所以当植物细胞吸水以后 植物细胞里面的渗透压 它会降低 不是升高 所以第二题 这个是错的 第三题 生物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是蛋白质 第三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所含的物质 如果是问含量最多的物质 则是水分 如果是问含量最多的有机物 则是蛋白质 因为水分是无机物质 而在生物体内 水分的含量比蛋白质的含量还要多 所以在生物体内 含量最多的物质水 而最多的有机物才是蛋白质 所以第三题 这个是错的 第四题 多糖类 脂质和蛋白质 都是生物体内可以提供能量的聚合物 第四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可以提供热量的物质 主要包括糖类 还有蛋白质 以及脂质 其中每一公克的糖类 可以产生四大卡的能量 而每一公克的蛋白质 也是可以提供四大卡的能量 而一克的脂质 则可以产生九大卡的能量 水三种 水在三种热量物质里面 糖类跟蛋白质 所提供的热量 会比脂质所提供的热量 还要少 可是 脂质是有机化物 但是脂质本身并不是聚合物 所以生物体内的各种有机物质 脂质本身它不是聚合物 所以第四题 这个是错的 第五题 蛋白质是由核甘酸 所聚合成的大分子 可由通道蛋白进入细胞膜 第五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有两个重要大分子 一个是蛋白质 另外一个是核酸 而蛋白质是由氨基酸 所聚合而成的大分子 核酸则是由核甘酸 所聚合而成的大分子 所以氨基酸和核甘酸 分别是构成聚合物的小单元 而蛋白质跟核酸 才是组成生物体的大分子物质 所以我们说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 所以不适合核甘酸 因此前面这个是错的 因为蛋白质跟核酸都是属于大分子物质 所以它们无法任意地穿过细胞膜 除非分解成更小的小分子 才有办法出入细胞膜 而我们所晓得的通道蛋白 它只能够允许水分子或者是带电的离子 比方说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铭离子等 这些离子或者说是水分子 它才能够由通道蛋白通过 而这些离子透过运输蛋白来运送物质的方式 我们称为促进性扩散 所以带电的离子或者水分子 藉由通道蛋白可以出入细胞膜 这个我们称为促进性扩散 第六题 核糖体可以合成蛋白质 第六题 这个是对的 细胞内部的核糖体 我们也称为蛋白质工厂 它是合成蛋白质的场所 透过核糖体 我们可以把核糖核酸 也就是把RNA 把它转移变成蛋白质 所以核糖体跟蛋白质的合成有密切关系 第六题 这个是对的 第七题 单糖是糖类最基本的单位 双糖是两个单糖去掉一分子水 聚合而成 第七题 这个是对的 我们把糖类按照单糖的数目 将糖类分成单糖 双糖跟多糖类 所谓的单糖类 是指含有一个单糖的称为单糖类 而有两个单糖分子所构成的称为双糖类 有很多个单糖分子所构成的称为多糖类 所以双糖类跟多糖类 它是将单糖透过脱水缩和 聚合而成 所以第七题 这个是对的 第八题 我们所称的 我们所称的糖类也称为碳水化合物 它包含碳 氢 氧 三种元素 而糖类可分成单糖 双糖和多糖 其中 淀粉跟纤维素是属于多糖类 可是乳糖是属于双糖类 其中 乳糖是指 一个普拉糖加一个半乳糖 经过脱水去合而成 所以乳糖是属于双糖类 第九题 植物以纤维素的形式储存能量 第九题 这个是错的 纤维素是多糖类 它是植物细胞壁的构成成分 因此 纤维素是属于结构性的糖类 而淀粉则是储存在植物体内的糖类 我们把多糖类 我们分成结构性的多糖类 还有储存性的多糖类 像淀粉和甘糖是属于储存性的多糖类 而纤维素因为可以构成细胞壁 所以纤维素属于结构性的多糖类 第十题 灵脂质也称为中性脂质 它是由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所构成 第十题 这个是错的 我们所说的中性脂质也称为三酸甘油脂 生育甘油脂它是由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所结合而成 而灵脂质则是将其中一个脂肪酸转变成磷酸基 于是 灵脂质的成分包括有一个甘油分子和两个脂肪酸 上头再加上一个磷酸基所构成 而灵脂质是构成细胞内含膜的主要成分 包括细胞膜 核膜 还有在细胞质内含膜的胞气 它们成分都是属于灵脂质 十一题 脱衣的淀粉酶 以及动物体内的雄性激素与磁性激素 皆为蛋白质的成分 十一题 这个是错的 脱衣里面的淀粉酶 它是属于酵素 在生物体内消化系统所分泌的酵素 它主要的成分是蛋白质 而生物体内所含的雄性激素或者雌性激素 它的成分则是属于固醇类 固醇类是属于脂质的成分 所以淀粉酶是蛋白质的成分 可是雄性激素跟雌性激素都是属于脂质的成分 因此前后它们并不相同 而蛋白质的制造是和粗造内质网有密切关系 脂质的制造则和平滑内质网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平滑内质网会影响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的合成 粗造内质网则会影响电粉酶或者生物体内 消化酵素的合成 12题 抗体的免疫作用 红血球中血溶素运送氧气都和蛋白质有关 12题 这个是对的 生物体内负责免疫系统的抗体 以及红血球里面运送氧气的血溶素 这些物质都跟蛋 这些物质的主要成分都是蛋白质成分 因此抗体跟血溶素 它们的组成成分都跟蛋白质有密切关系 所以12题是对的 13题 人体内可以自行合成的氨基酸 称为必需氨基酸 13题 这个是错的 人体内的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所组成 而在人体内所需要的氨基酸 有20种氨基酸 其中有一部分的氨基酸 人体可以自行合成 这一部分不需要借着食物来补充 而可以自行获得 我们把这一类的氨基酸称为非必需氨基酸 而另外一类的氨基酸 则是生物体无法自行合成 只能借着食物来获得 所以必须要靠着外界来补充才能够有的 我们把这一类的氨基酸称为必需氨基酸 所以必需氨基酸是身体不能自己制造 必须要借着食物来补充 人体可以自行合成的则是非必需氨基酸 14题 维生素ADEK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为生物体内的无机物 需求量小 可是不可缺少 14题 这个是错的 我们把维生素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另外一类是属于子溶性的维生素 维生素B群 还有维生素C 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 而维生素ADEK 这一类则是属于子溶性的维生素 维生素是生物体内的有机物 它在生物体内需求量不大 它的作用是在维持生物体正常的生理机能 它的需求量虽然少 可是生物体不能够缺少 如果缺少了 则生物无法正常运作 甚至可能会导致各种病变 或者产生生命的危险 15题 浙糖是由两个葡萄糖分子 经加水聚合而成 麦芽糖则是一个葡萄糖和一个果糖 加水聚合而成 15题 这个是错的 浙糖跟麦芽糖都是属于双糖类 双糖是把两个单糖经过脱水聚合而成 其中浙糖是由葡萄糖和果糖经过脱水聚合 因此 葡萄糖跟果糖的反应 我们把去掉一分子的水 让两个单糖结合起来 形成了浙糖 这是双糖的制造 而麦芽糖则是两个葡萄糖分子 经过脱水聚合 所以把葡萄糖加葡萄糖 去掉一分子的水 我们称为脱水聚合 这时候可以形成麦芽糖的构造 这是两个单糖变成双糖 所以这是双糖的合成 16题 超吕虫体内的伸缩泡可以排除体内过多的水分 此过程需要消耗能量 因此是属于主动运输 16题 这个是错的 因为超吕虫是生活在池塘中的淡水环境 会有过多的水分进入到超吕虫的细胞里面 而超吕虫的伸缩泡则是体内的异包 它是为了维持细胞内正常的水分恒定 所以水分的排除是伸缩泡的特性 可是这个不是水分的运输 所以不属于主动运输 17题 DNA含有AUCG等四种含氮碱减机 其五碳糖为去氧核糖 17题 这个是错的 细胞核内的遗传物质主要是DNA DNA我们也称为去氧核糖核酸 去氧核糖核酸它本身是聚合物 它是由核甘酸所聚合而成 而核甘酸的构造其中有包含氨氮碱减机的部分 在DNA里面的氮氮碱减机 包括了有ATCG 有这四种含氮碱减机 其中有两种飘零 有两种秘定 A我们称为线飘零 G我们叫做鸟飘零 T则叫做胸腺秘定 C叫做包秘定 这四种构造我们都称为含氮碱减机 含氮碱减机跟去氧核糖 以及磷酸基组合 于是形成了DNA的小单元 去氧核糖核甘酸 这个是构成DNA的小分子 18题 细胞核内的DNA无法离开细胞核 但是RNA可由核孔传出 进入细胞子役中 18题 这个是对的 细胞核内部有DNA的构造 DNA是成双骨螺旋的结构 它留在细胞核里面 控制生物体遗传讯息 而DNA是大分子 无法穿过细胞核的核孔 因此DNA透过转入 可以形成RNA 细胞核内将DNA转入变成RNA RNA则可以离开细胞核 进入到细胞植疫里面 所以RNA可以将遗传讯息 携带出细胞核 在细胞质里面 将遗传讯息透过转易 合成蛋白质 于是可以执行遗传讯息里面 各种的生理机能 19题 糖类和滋质的共同元素 皆为碳氢氧 蛋白质跟核酸的共同元素 则为碳氢氧氧氮 19题 这个是对的 我们把糖类也称为碳水化合物 糖类的主要成分包含碳氢氧氧的成分 而滋质的成分也是碳氢氧氧 所以糖类跟滋质所含的共同元素 包括碳氢氧氧这三种元素 而蛋白质跟核酸 因为蛋白质所含的元素包括碳氢氧氧氧氧氧 而核酸的成分则包括碳氧氧氧氧氧氧氧 所以蛋白质跟核酸 除了蛋白质有硫 核酸有氧之外 它们共同的元素都是含碳氢氧氧氧氧氧 所以蛋白质跟核酸 共同的组成元素有碳氧氧氧氧氧氧 所以19题是对的 第二十题 倘若酵素荣义内的受值已达到饱和 若要进一步让反应更快速完成 可加入更多的受值 二十题 这个是对的 首先我们先了解 可以和酵素相结合的物质 我们称为受值 受值是一种反应物 如果酵素荣义里面 受值达到饱和 则表示容易中所有的受值都已经参加了反应 这时候没有更多余的受值可以继续再反应 所以反应就达到了饱和状态 因此如果我们再加入更多的受值 于是有更多的受值加入反应 因此反应就可以持续进行 所以如果酵素系统里面 本来受值已经达到饱和了 这时候再加更多的受值 可以促使反应可以更快进行 二十这个是对的 二十一题 植物的根部细胞主要是以促进性扩散的方式 吸收土壤中的无脊眼泪 二十一题 这个是错的 植物的根部细胞它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可是所吸收的养分是以无脊眼泪为主 根部能够吸收的是水分和无脊盐 植物的根部 它在吸收无脊盐内 是借着主动运输的方式 在吸收无脊盐内 而主动运输 本身过程需要消耗能量 将土壤中属于低浓度的无脊养分 吸收到根部里面 而这个过程 从低浓度运送到高浓度 需要消耗能量 所以只有在活细胞里面才能够进行 二十二题 动物进行呼吸作用时 氧气和二氧化碳 可借由通道蛋白进出肺泡 二十二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在进行呼吸作用时 在动物体内的氧气跟二氧化碳 气体可以进出肺泡 可是气体进出肺泡 主要是借着简单扩散的方式 由于气体可以自由移动 所以气体分子 直接进出细胞膜 以简单扩散的方式进出细胞膜 这样的过程不消耗能量 由高浓度运送到低浓度 因此气体运送进出细胞膜的过程 并不消耗能量 所以气体包括氧气跟二氧化碳 它直接从细胞膜表面穿透 并不需要经过通道蛋白 所以二十二提 这个是错的 二三提 酵素成分通常是蛋白质 升高温度能够促使化学反应 因此酵素进行反应时 温度越高越好 二三提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酵素的成分是蛋白质 蛋白质本身是属于有机化合物 由于蛋白质如果温度太高 可能会导致蛋白质变性 而使蛋白质失去了正常的功能 所以酵素在进行化学反应时 温度不适合太高 因为温度太高会导致蛋白质变质 而使酵素失去活性 因此酵素在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 并不是温度越高越好 所以二三提是错的 二四提 PH值的高低会影响酵素的活性 因此酵素适合中性环境 PH值太高或太低 则不利于反应的进行 二四提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的酵素在进行化学反应时 由于不同的消化器官里面 所含的酵素 它适合不同的PH值 例如口腔的唾液 它适合在中性的环境里面 微移中的酵素 则适合在酸性的环境里面 而在小肠肠道里面的酵素 则适合碱性的环境 因此 有些酵素适合酸性 有些酵素适合碱性 或者有些酵素适合中性 所以酵素PH值的高低 可以配合不同的酵素 所以并不是越高越好 或者越低越好 而必须有适当的搭配 所以24题是错的 25题 葡萄糖和氨基酸 能进行简单扩散 及主动运输 25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的葡萄糖跟氨基酸 它属于水溶性的小分子 因为是水溶性的小分子 水涛无法以简单扩散的方式 直接透过细胞膜 而只能以透过运输蛋白的方式 来进出细胞膜 如果普萄糖跟氨基酸 从高浓度运输到低浓度 这时候所进行的方式 我们称为触境性扩散 触境性扩散是指 普萄糖跟氨基酸 从高浓度运输到低浓度 将物质穿过运输蛋白 或者穿过载体蛋白 来进出细胞 如果是用主动运输的方式 则是将葡萄糖分子 或者氨基酸分子 由低浓度运输到高浓度 这时候逆着浓度梯度 穿过载体蛋白 但是这样的过程 需要消耗能量 26题 辅酶为促进酵素反应的有机物质 例如维生素B群 具有专一性 26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 需要借助酵素的催化 酵素可以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 然而有一类的分子 可以辅助酵素的反应 这类的物质 我们称为辅因子 如果辅因子是有机物质的话 则我们则称为辅酶 像维生素B群 它可以作为辅酶使用 它是生物体内 属于非蛋白质的催化剂 它是有机物质 辅酶本身没有专一性 可是可以协助酵素的催化作用 如果有辅酶的协助 则酵素的催化反应 可以促使反应更容易进行 如果缺乏辅酶的话 则反应速率会降慢 因此 协助酵素的催化 有辅酶跟辅因子 其中辅酶是有机物 辅因子则是无机物 例如金属离子可以称为辅因子 维生素B群则是称为辅酶 二七题 酵素的作用目的在提升火化能 以利于反应的进行 二七题 这个是错的 化学反应的进行 如果要使反应能够顺利进行 则必须使反应吸收足够的能量 而初始反应所需要的最少能量 我们称为活化能 有些反应因为活化能过高 因此 有些反应不容易进行 所以生物体内酵素的作用 目的在降低化学反应的活化能 由于活化能降低了 这时候反应不需要吸太多的能量 就可以促进反应完成 所以酵素的作用是生物体内的催化剂 它的目的是降低活化能 使反应更容易进行 所以二七题 这个是降低活化能 不是提升活化能 所以二七题是错的 第二十八题 将红血球浸泡在低脏溶液中 则细胞会萎缩 二十八题 这个是错的 如果我们把红血球浸泡在低脏溶液里面 所谓的低脏溶液 是使低渗透压的溶液 或者低浓度的溶液 由于红血球 由于红血球浸在低脏溶液里面 外界的溶液是属于低浓度 而水分的运输是由低浓度运输到高浓度 这个过程我们称为渗透作用 所以当红血球浸泡在低脏溶液里面 水分会从细胞外进入到细胞内 于是有过多的水分进入细胞 这时候因为红血球是动物细胞 缺少细胞壁的保护 所以红血球会涨破 因此红血球浸泡在低脏溶液里面 会因为过多的水分进入细胞 而导致细胞涨破 所以不是萎缩 第二九题 动物细胞浸泡在高脏溶液里面 会导致细胞涨破 而植物细胞则不会涨破 二九题 这个是错的 我们看旁边这个图 如果这是一个动物细胞 我们把动物细胞泡在高脏溶液里面 因为高脏溶液是指高浓度的溶液 所以细胞外面是高浓度 表示细胞里面是低浓度 这时候细胞内低浓度外面高浓度 水分的运送会从低浓度送到高浓度去 于是细胞里面的水分 就会从细胞内流至细胞外 细胞就会开始脱水而发生萎缩 所以动物细胞浸泡在高脏溶液里面 这时候动物细胞是萎缩不是脏破 所以前面一句不对 而植物细胞当水分从低浓度升到高浓度时 这时候细胞萎缩了 可是由于细胞 由于植物细胞的外面有细胞壁的保护 所以当里面的细胞膜萎缩了 可是外面的细胞壁仍然维持一个固定的形状 所以导致细胞膜跟细胞壁彼此分离 我们把这个现象称为直离 或者称为膜壁分离 所以植物细胞放在高浓溶液里面 会有直离或者膜壁分离的现象 而动物细胞则是因为缺少了细胞壁的保护 所以细胞就直接萎缩了 30题 温度、酸减度和中金属离子 会影响到酵素的作用 30题 这个是对的 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对于酵素有专一性及重复性 而酵素进行反应的环境 对于温度、酸减度以及重金属离子的浓度 这些都会影响到酵素的催化作用 温度如果太高则可能蛋白质破坏使得酵素失去功能 而温度如果太低 则酵素也因为温度过低而停止了活动 所以温度过高或过低 酵素都无法发挥正常的功能 PH值则是针对不同部位的酵素 需要配合不同的PH值 有些酵素适合在酸性环境 有些酵素适合在碱性环境 或者有些酵素适合在中性环境里面 而重金属离子如果跟酵素产生结合 很可能会导致 很可能会因为产生了沉淀而使酵素失去了正常功能 所以重金属离子它对酵素的活性经常会有破坏性的作用 所以温度、酸减度跟重金属离子 这些都会影响到酵素的正常活性 31题 细胞内的反应有酵素参与 可以产生更多的热量 也利于反应的进行 31题 这个是错的 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 经常需要酵素的参与作用 然而酵素参加反应的目的 是在降低反应的活化能 这样反应不需要吸收过多的能量 就可以比较容易进行 可是 反应物跟生成物它们之间的能量关系 并无法改变 所以酵素是否参与反应 并无法改变反应过程的反应热 它只能改变反应的途径 或者说只能改变反应所需要的活化能 但是 不能改变最初跟最后 彼此之间的能量差 所以 无法改变反应热 32题 U型管中若有2%的涉糖容易 左边有10%的涉糖容易 则容易平衡以后 右边的异面就会升高 我们看底下这个图形 如果这是一个U型管 在U型管里面装着涉糖容易 中间有一个半透膜 左边的容易是10%的涉糖容易 右边则是2%的涉糖容易 由于涉糖的分尺属于较大的分尺 它无法穿透中间的半透膜 所以左边有10%的溶液 左边的浓度比右边的浓度高 因此 左边属于高张溶液 或者高渗透压容易 右边则是低张溶液 或者低渗透压容易 而这时候 水分的运输会从低渗透压移动到高渗透压 所以右边是低浓度低渗透压 左边高浓度高渗透压 所以水分会从右边跑到左边去 直到两边的渗透压达到平衡为止 因此 由于有较多的水分由右边跑到左边 所以左边的液面会升高 这时候 左边液面高了 右边的液面低了 所以容易达到平衡以后 是左边的液面升高 右边的液面降低 所以32题 这个是错的 33题 水分进出细胞膜 可以借着简单扩散 促进性扩散 以及主动运输的方式进出细胞膜 33题 这个是错的 水分进出细胞膜的方式 只能透过简单扩散 以及促进性扩散 从实验发现 水分进入细胞膜 只有少数是借着简单扩散 直接穿透细胞膜 大部分是必须要经过水通道蛋白 以促进性方式进出细胞膜 所以水分进出细胞 大部分是经过水通道蛋白 以促进性扩散的方式进行 少数是直接进行简单扩散 但是水分的运输没有主动运输 所以33题 水分没有主动运输 所以33题是错的 人生若没有理想 生命便只是一个空壳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 因为我和我们都要不ijke 可以调整bodome 牛骨 倒笈 冷闹 油 粗